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速度是自己所需要的速度 按照标准上来说的话 测试的时候一般是一千正负200点每分钟 200转每分钟 我们进入看一下的 进入之后 右加均一直转 然后这显示右加均的转速 然后通过调节这个选拟一 使这个转速达到自己所需要的转速 它是向左条是减小 右条是变大 右加均是一千正负200点每分钟 这个是清零件 当你用测试结果的时候 按一下这个 说到测试结果转会被清零 这个是返回电 我们看一下的 点击进去 然后设置参数 这个环境浓语10度 不需要改 然后这一个格局 格局250 然后相均度12.3 这个是然后赤锁3次 这个是赤锁 设置方法直接对粘法 然后粘度 这个三线是 20年 我们就改了20年 1 那我们这个就是45 OK 然后设置方法三线之后 去测试 0.5 0.5 0.5 0.0 0.5 0.0 0.0.5 0.0.0 放在这个 粘米盘上 然后 放一个测的三线 放到这个三线架上 然后进入这个 操杂钩 然后 这个要卡住 然后 到这边夹到了 右夹具上 右夹具上 右夹具上有个按钮 按下去 它夹具就开了 然后 把这个 刹线引到这个 断杂钩上 然后一拉压的时候 就断了 在这情况下 按压的启动 这个右夹具头 开始专动 然后 将 刹线中的 拼杂钩 平行的 拼杂钩 平行的 分开 放碾度 往右夹具 这个方向去拖 然后 这里就可以看到 这个碾度有没有退完 如果碾度没有退完 然后按按的 这个点动加 如果碾度过了 还要点动减 这个是调节 这些点动的速度的 调大 点动速度就越快 调慢 点动速度就越快 点动速度就越快 调慢 我刹线在平行 在整个刹线平行之后 按压的 处理间 吃了之后 就会显示在上面 重处这样的步骤 吃到第二第三第三次 继续 其实不容易 做得更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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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